儲稅糧第二章 第二個部分筆法 好第一個要交短橫 第二個要交長橫 因為它這個長橫寫法 跟長橫一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交兩個筆法 那老師有講過 老師在上面示範的話呢 這是櫻木的中間 我移過來 這樣子是櫻木的中間 當我寫字的時候 錄的時候會不清楚 這邊就模糊 所以老師要先用這個 雖然是鐵軌啦 但是我都會用船來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寫的呢 我再縮小一下好了 好我們 字幕上會放上去 2的短橫 看一下怎麼寫大概是4點下 但是你看喔注意它轉折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改變方向要拿起來嗎 齁 儲碎糧的事要拿起來 好所以你要注意說 我們這樣大概是幾點 喔4點半 應該是4點半放下去 它這邊就會崩開到5點 所以我們大概是 寫4點半短橫 但是它馬上就改變方向 所以你要抬起來看好 好我們剛才放4點半的時候 我們會用側封 因為它是砍出 它要做效果 所以一開始就是會用側封 所以它是4點半放下去 但是它馬上就轉彎了 轉彎老師又講過要怎樣 拿起來 剛才船頭在這裡 船尾在這裡 放下去馬上抬起來 然後船頭在這裡了 船尾在這裡 然後一直順著這樣往上走 那一般人不會這樣寫 都會寫錯 寫到後面的時候收筆 收筆也是要改變方向 筆尖在這裡 現在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看老師的知識 船手 船頭一直在前面引導他 這是正確的 等一下老師講一般人寫的方式 寫到這裡 筆尖拿起來做收筆 改變方向拿起來收筆 再拿起來收筆 這樣收回來 小朋友注意一下 要這樣做動作 那一般人呢 會怎麼寫呢 不是一般人 十個大概有七八個都會這樣寫 從頭到尾都是這個姿勢 這樣寫 你看到筆尖一直在上面 船尾巴一直在上面 然後寫上去 他好像寫出來了 但是他沒有用中鋒走的話呢 他的墨色 就不好看 順著刷的墨色會比較好看 側刷 他這個毛筆本身就會 都都都都都都都 那楚稀梁是這樣的寫法 但是我們寫歐陽尋就不是 歐陽尋的話就是一直策封 就是有這兩個系統 所以除穗良的是屬於遠比細頭 因為它是順著走的 那短橫的話 歐陽群他是用側風直接這樣推上去 有沒有看到很排擠很會抵抗的樣子 所以他墨色可能會稍微不一樣 好所以你自己寫的時候 要注意自己的手要這樣走 那有的會用好幾個鏡頭拍攝說要怎麼寫 其實沒有用 你只要看你的手就可以了 看注意你的手這裡看好 一開始是這樣放 抬起來然後轉過來慢慢變重 筆尖你注意注意這裡的姿勢 你就會對了 如果說很多鏡頭拍其實也看不出來是怎麼寫的 那照老師這樣講你就會做對 可是很多人都會寫錯 因為他還是這樣子 因為老師教學的經驗是 這樣拿的還是這樣拿 因為他就是不願意把這個傳手改到這裡 所以寫處罪狼的小片 我大部分都是可以做到這樣 老師才會讓你寫處罪狼 所以記得傳手一定都要在前頭引導傳尾這樣往上走 好重點就是這個 老師再做一下動作 一開始是凱書最要撤封寫 他轉中鋒需要拿起來 注意注意看傳頭的地方 一開始是這樣 那你要這樣子做動作 那當然啦我們寫短橫不需要這麼大的動作 只是說老師這樣給你示範給你看 這樣子 不用寫那麼長 實際上寫很短 所以等一下老師寫字的時候角度不是很會很正確 因為我錄的時候到時候是這樣錄 但是你注意一下這個動作 那不會寫的小片多看幾次 這樣你就會了 我們現在開始示範寫短 好所以我們現在拍的話 是會在鏡頭的右邊拍 那角度上看起來不正確 所以呢你就要 然後就只要注意前面老師講的 船頭跟船尾的關係 好那我們來寫 那老師不得要讓大家看得清楚 不一定就寫那麼小字 就是看筆法 大家主要是看筆法 大概是四點多左右寫 好那我們要轉過去的時候 放手上去 往上推筆過來 好收筆 好這樣就對了 好 這個收的我們看一下用筆鍵收 往八點半走 應該就正確 還有老師要強調一下 不要像上面他那個很明顯 他那個應該是 就是年代久遠 有點 那個 風化 就是看起來比較 多了一塊 那寫的時候就像這樣寫就好 好 好 我們這個是 是短談的介紹 是短談的介紹 但是我可以很明顯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我的天啊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有個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